誰知驗了七零針,肝有痊癒 驗了七零針,肝有痊癒 61歲的姚女士確診肝癌第四期 醫生本來說她只剩下三個月壽命 服用新標擺藥之後病情很轉 癌指數下降 腫瘤油19厘米縮小了4.5厘米 但藥費高昂 一個月要二萬多元就好了 吃了多少個月 我現在公立已經差不多七個月了 即是都接近十幾萬的開始 是的 是的 情況都是更快的 比如姚女士 因為其實她要在私家拿藥 都是會貴過在公立院拿的 當然當初政府醫生其實都不肯跟她用藥 這個問題也反映了 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政府那些醫生為何會比較私家醫生 一般來說用癌症的藥比較保守些 或者早些放去病人 因為政府給不到這些藥免費 她希望政府將新的標靶藥 納入關外基金等安全網 讓病人獲得經濟援助 有更多藥物選擇 東莫記者 曾卓敏報導 在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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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